字幕志愿者 靖靖靖 靖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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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我是鍾敏玲 歡迎大家收看聆聽主聲 今日是2月20日 經文是馬太福音第7章7至12節 題目是金律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寻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寻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吸他石头呢? 求鱼反吸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者知道拿好东西吸而去,何方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吸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看来第七和第八节好像是有求必应 有没有限制的呢? 立即我记起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B至第三节的说话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神不尊重贪婪和自私的动机 如果我要更多的钱,可能任我去随意享受 我就用错误的动机去网求 如果我问要更多的钱,好使得我有更多的安全感 我也是用错误的动机去网求 要将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财富上 而不是建立在神那里 如果我的祈求成了神与我之间的拦阻 这样神就不会应允我的祈求 就算应允,我也会承受一些不宽畅的苦果 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按例了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节 所以祈求的时候,我需要审查我自己的动机 我可以祈求什么呢?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次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辞及他 我记起所罗门王在治理以色列的重任上 感到力有未递,他就求神赐下智慧 这是列王记上第三章五至十五节的记录 他要带和平和公平给他的国家 在祈祷当中,他说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文能辨别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就是许多的文呢 神就喜悦这个不自私的态度 神的回答是 我便应运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仗理的,在你以后也没有仗理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 就是付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没有一个能给你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遵行我的道 紧守我的律例,戒命我必使你长寿 哇,所罗门王得到的,远超过他所求的 神是很慷慨 耶稣把神给予为一个好的父亲 赏赐好礼物给他的儿女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除了清洁的动机去求智慧之外 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和靠赖的心 在雅各1章6-8节再写 只要憑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类得什么 心怀疑疑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十分明显 如果不信神会给予,那为什么多此一问呢? 最近,有一个主来的姊妹 祈求被派到一家学校教书 要从她的住所可以走路去 由于疫情的缘故 乘搭擠逼的公车是不最安全的行动 况且,她有祈求,有机会是实体教学 不是网上课堂 她爱跟小孩子面对面的沟通 神都应运了 神实在是奇妙 所以,当我们祈祷 我们相信神有完全的能力和智慧地给予 满足我们的需要 她如何回答 及在何时回答 是随她的决定 耶稣以这个金律来完结这段的教导 所以,无论何时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犹太人的拉比和其他宗教的师傅 用消极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律例 也就是说 你们不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们 你就不要这样待人 耶稣的律例是积极的 不是单避坏的行为 我们反倒要活跃地做善行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爱伦捨而同自己的意思 在祈求、尋求和寇门 我们为大众的好处祈祷 而不为我们个人的报复 这是耶稣的门徒生活 为大众的好处 我们可以自由地祷告和祈求 而祂会欢喜回答 因此去祈求、尋找和寇门 并以感恩的心、分享答案 大家一起去祈祷 多谢你们收看 圆着祝福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 谢谢